原住民族广播电台三年前开台之后 陆续完成各地转播站的建制 为了提升原箱覆盖率缩短数位落差 今年再规划增建了20座转播站 日前在台东东河湘举行动土典礼 目标是明年底要全部完工 我们对于这片土地的感谢 我们都放在心中 也放到我们的屏幕里面 永务会董事长金鱼会嘉宾 一一张东河湘在地黑土装入屏中 以气球破土工程顺利 能够在很多偏远 然后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讯号 让我们的服务在每一个部落 在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展现 原住民族广播电台从106年起 陆续建制完成台北总台及四座转播站 107年发包规划 南部东部分台以及13座转播站 目前皆已在营运中 为了能够持续提升原箱覆盖率 缩短数位落差 今年在规划增建20座转播站 原箱覆盖率将从63%提升至95% 目标是在明年底全属完工 这个盖了以后覆盖率会比较强 这是原住民的传播权 最后一个阶段 那未来这个站台呢 我们希望能够顺利的在今年度实战 在未来还有九站 还有一站的这些进度呢 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落实 永汇指出台湾环境受到地理区隔 平原地区居民在紧急灾害发生时 部落电力中断 无法透过电视媒体传纵粗散讯息 相较轻巧方面的广播媒体 可作为天灾情况紧急时的通报媒介 电视下家会 东河相报道